畫面再借給我一下好了 所以其實大家需要實作啦 所以這個部分回去 第一個就是錄製劇 所以剛剛我發現同一個錄製劇應該都還好啦 只是說可能錄下來的東西 還會有多錄了一些東西 多錄的把它刪掉就好了 所以你要知道說你做的動作 可能會錄下什麼 那如果多的你就把它刪掉 像可能你按滾輪有沒有 那滾輪會有什麼什麼 什麼small score那個啊 有沒有 如果有你把它刪掉就好了 不需要可以把它刪掉 OK 那再來就是說加上註解 這個註解本來沒有的啊 有沒有錄製集的時候沒有嘛 那所以你要怎麼自己再加上去 所以註解 那註解的方法我前面講過嘛 一定是單引號開頭 然後呢我習慣是按順序啦 12345678這樣一直往下 反正你將來 或者你也可以先把你要做什麼事情 先調列 調列完之後再開始錄製 那錄的過程當中就不要多餘的動作 如果有多餘的動作呢 記得把那些程式刪掉 這樣就OK了 就是錄製集的一些原理原則 然後慢慢透過錄製集呢 你可以學習到它每一個動作 因為它每個動作都會幫你把那個程式寫出來 所以呢每個動作呢 它會告訴你說它使用哪一個物件 做了哪一個方法 所以你會發現 shits有沒有 它就是一個物件 後面呢 點select就是一個方法 有沒有 它一定是哪一個物件做什麼方法 哪一個物件做什麼方法 然後或者是說呢 取得什麼屬性啦 反正就是屬性 物件其實就是屬性跟方法 大概這兩個 它最重要的那個原則 然後後面的話 會有select 只要有select的動詞 就會產生一個selection 有沒有發現 select是動作 selection是最後的結果 有沒有 所以你們如果錄集的時候 一定會常常看到selection這個 它也是一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顧名思義就是 你哪一個範圍被選取了 就是選取區的意思 selection就是選取區啦 有沒有 那選取區點copy 意思是說怎麼樣 把你選的範圍怎麼樣 複製起來嘛 所以這個上面一定 可以經常用到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反正只要你選舉區啦 selection做什麼事 後面呢 就是一個動作 然後再來切回到 那個什麼 第一季 再來的話呢 把它貼上 貼上的話 它這邊前面又用了一個 新的物件名稱 不過應該也不陌生吧 叫什麼 Active Sheets Active Sheets 顧名思義嘛 剛剛不是Active Sales 也會有Active的那個 sit 就是說呢 現在正在被什麼呢 被活動的 被活動的工作表 那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你現在切到哪一個工作表 就是那個工作表就對了 不過怎麼翻會比較好 就是 就是 這樣太累贅了有沒有 就是那個工作表就好了 那個工作表 OK 所以Active 執行中的工作表也可以啦 OK 反正就這個意思啦 聽得懂我原則 盡量是理解啊 你不要用死背的 這些背也背不起來 這麼多東西怎麼背 所以通常我們就是透過理解之後 你就知道那個原理原則 然後呢再去做變化 自然而然你在工作裡面 你就可以知道怎麼去 去做這些東西啊 那這些東西主要是說 你如果未來可能工作裡面 會有需要不斷重複的那些動作 但是你程式不會寫 你可以先把它錄下來 然後找到它一些規則性 外面呢 因為這個是一個嘛 一個寫完之後 你可以在外面包個回圈 回圈的寫法就是 4 i 等於 shoot.com 總共幾個呢 減掉 一個 一個是指的是最後那一個 是總表的部分 那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那這個是Ctrl向下 Ctrl向下的寫法 所以以後如果說你有些會寫 你乾脆不用錄啦 反正自己把它貼上也可以 然後呢 這一行是我們自己打的 所以呢 我有把這一行呢 特別加上什麼呢 加上那個 顏色不一樣 或者把它加個底 這個是自己打的喔 所以這一行可能 未來如果你要在那個 VBA裡面移動方向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Offset 那就是你游標現在在的位置 讓它移動幾個 一列 OK 那再來的話 外面再包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1到 shut.com-1 底下有個NAS 再把剛剛那個東西呢 貼在中間 有沒有 那上面這兩行呢 其實是避免錯誤 為什麼呢 你要先確定你游標是不是在第一季 因為我要貼在第一季 啊有時候之前 有同學沒寫第一行 他就是剛好 執行的時候剛好在1月 完蛋了 全部都把它貼到1月去了 有沒有 然後呢 你沒有把游標放在A2 那變成什麼 他貼到A2以外的地方 就是你游標放的位置 OK 所以這兩行其實是加個保險 然後呢 最後呢 有同學問到說 為什麼要加這一行 Range A1.Slate A1指的是什麼 游標放最上面 點Slate就移到最上面的意思 那這一行其實主要用途 如果我現在不做這一行的動作 如果你不知道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測試一下 其實這個很簡單嘛 按下去 游標在這裡對不對 那感覺你如果是使用者的話 一定還要怎麼樣 把它捲動上去嘛 如果使用者會覺得說 你怎麼這麼不貼心 可不可以幫我移動上去 所以Range A1.Slate意思是說 你就幫他移上去就好了 OK 這其實是一種貼心的做法 這個只是說 怎麼講 因為寫程式的人 如果都會注意到一些細節的話 那你會發現 哇這個程式寫的 哇讓人家感覺很貼心耶 對不對 注意到很多的細節 而且甚至讓你有溫馨的感覺 那這個程式一定是成功的 因為他已經注意到很多很多的細節 其實不只是寫程式啦 其實你做很多規劃 做一些 反正你的工作裡面 只要你能夠細節部分都注意到的話 那你感覺 哇你真的是 在很多的地方就是不一樣 不然的話你就交差嘛 給 那當然他也做完了 可是他只有做完了 做完了跟做到讓人家覺得 是不一樣 或者甚至是做到讓人家覺得說 哇你真的是 做到讓人家覺得太over了吧 那這感覺是不一樣的 所以有時候其實那只是用心啦 用心 那用心其實 這我不知道 其實我是覺得 我一直應該是屬於那種很用心的人 所以我一直會想說 在很多地方 在做一些些的改變 比如說像教程式啦有沒有 其實真的非常難教 我剛開始教的時候真的很挫折 因為第一次教是在民國大概88年 89年那時候 在那個巨像電腦 然後他們就找我去開 開什麼課呢 那時候很熱門的是VB 不叫VBA喔 那時候是用VB 那時候很熱門喔 在那個萬華分校 不過後來倒掉啦 不是因為我啦 然後結果呢 剛開始喔 哇真的爆滿耶 人好多喔 而且是假日班 我想說喔 怎麼這麼受歡迎 結果沒想到喔 交第一次 第二次上課的時候呢 人就變少了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啦 不過後來那個主任就跟我講說 老師你可不可以講得簡單一點 對對對 因為那時候可能自己覺得應該都會 應該大家都會的東西 其實大家什麼都不會 所以你講得很開心 底下講 聽得非常痛苦 因為他完全沒有任何的概念 所以慢慢慢慢其實就是不斷在調整修正 所以其實我後來發現電腦課最難教就是教程式 好 那因為這樣關係 所以後來我 教的課程裡面 教最多就教程式 好 因為要從哪裡跌倒 就要從哪裡爬起來 好 所以就是會有那種喔 感覺好像欸 越是難的 而且其實說真的 越是困難的 越有機會 因為別人不會跟你搶 因為我不喜歡人多的地方啦 對對對 就像以前有一個那個 一個笑話是說那個 以前有個國王啊 因為他怕老婆嘛 結果他其實想知道說 他的那個臣子是不是也是都很怕老婆 他說欸 如果怕老婆請往右邊 不怕老婆請往左邊 結果紛紛大家全部都往右邊靠 全部都 只有一個站在原地 好 然後欸 那個國王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 你不怕老婆 他就回答說 欸 因為我出門說我老婆跟我講喔 人多的地方不能去 人太多 那邊人太多不能去 所以 一樣的道理吧 所以人多地方真的不要去 不過其實在職場上也這樣 你要有個特色 齁 你如果完全跟別人一樣的話 那取代性就很高了 齁 所以剛剛有跟同學聊齁 其實我的背景其實跟別人也都不一樣 齁 OK我 其實我不會局限在某一個領域裡面啦 我覺得該學的 該做的齁 那就會去去去做 不是說我就局限我自己學的 我就什麼都不干我的事 其實也通通可以學啦齁 OK那再來的話呢齁 我們做完之後齁 應該可以理解啦 按下去 全部都做完了 那你會發現 在這裡不對 那你怎麼樣 你就改嘛 改怎麼改呢 加一行比較好了 加這一行有什麼差別呢 就是他郵標呢 只是跳到最上面而已啦 但是感覺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差一點點東西喔 你以為一點點東西 好像對於工程師來說 這個比什麼都簡單 但是呢 對於使用者來說就是不一樣 OK 所以齁有的時候 那個怎麼講 你每個人的那個 感覺齁 所以有的時候齁 就是不一樣的地方 就在那一種最關鍵的點上面 所以為什麼一直 那個什麼蘋果的東西齁 會賣那麼貴還是這麼多人買 其實就是一點點不一樣 哪裡呢 它就是感覺讓你覺得很 很有 很有那種質感 OK 那個質感就可以很賣錢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最後我們如果說 希望加上什麼東西呢 按下它之後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日期部分 不太對 有沒有 日期我希望怎麼樣 第一個 我有沒有辦法把它變成什麼呢 最好變成今年的日期 106年1月1號 然後呢有沒有 1月1號 1月2號 自動幫我怎麼樣 整個改過 可是呢 我要怎麼用什麼方式 可以當我按個按鍵 自動把這些日期 當我貼上的時候 可以順便去變更這個日期 因為日期格式不對啊 那怎麼辦 第一個 如何把日期改成101年的1月1號 1月2號 那訊息可以從哪邊來呢 其實你可以發現喔 這個1月 不過我們不是放1月2月3月啦 而是你可以放什麼 i的值嘛 i如果等於1的話 那就是1月1號 前面在串什麼呢 2017好了 ok 這樣不就是一個完整的日期 當 那在什麼地方 什麼時候可以去改 也許可以當貼上的時候有沒有 貼上的時候 改一下 這個邏輯怎麼下 ok 那這個我想 各位可以先把 剛剛部分先完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日期 把它做一些變更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